龙 话说河北省界有条龙坠落到村里 龙奔重迟缓地爬进一身室架中 门口刚能融过他的身躯 龙挤在进去 家里的人都吓跑了 蹬到楼上大声乱叫 轰轰隆隆地放着火枪吐炮 龙才从他家里爬出去 门外积存着一挖泥水 水浅得不到一尺 龙爬进去 在水里翻滚 浑身涂满了泥污 用尽力气腾跃 只有一尺多就坠落下来 龙在泥水中盘取了三天 苍蝇爬满了他的林甲 忽然下起大雨 龙才随着一声霹雳凌空而去 房生同朋友一块灯牛山进入一座寺庙游览 忽然船床落下一块黄砖 上面盘着一条小蛇 像丘鱼那样细小 蛇忽然旋转了一周 变得同指头一样粗 又转一周 已经同袋子一样 人们都很惊讶 知道是龙 忙一块跑下山 刚走到半山药 听到寺庙中一声霹雳 震动山谷 天上的黑云像一顶盖子 一条大龙在云中脚尖地翻腾着 一会儿就不见了 张秋县的小乡宫庄有一个农妇到田野去 遇到大风 风沙扑面 觉得一只眼被眯了 像是有根奈芒 又揉又吹 也始终不好 翻开眼皮仔细看看 眼睛倒没有毛病 只在肉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红线 有人说这是一条折居的龙农妇听说忧愁害怕得要死 过了有三个多月 天忽然下棋暴雨 忽然一声霹雳 折龙正开眼皮飞走了 农妇没受一点上 袁勋寺说在苏州时一天正欲阴雨天气 忽然霹雳大作 众人看见一条龙从云间垂下 林甲张动着 龙爪上抓着一个人头 眉毛胡须看得清清楚楚 不一会儿穿入云端不见了 也没听说有谁掉了头的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